天下为一家 这实际上就是全人类的一个愿望 所以它是由它自己的吸引力 而且每一个主要的文明和文化里面 也有类似的一种理想 所以只要要产生共鸣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逐步的意识到 原来我们的最深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筷制人口的礼运大同描绘了 和C社会的最高愿望 如何从天下大同的角度理解世界 中心社东西问栏目 近日专访法国汉学家宗处人 对此做出解读 礼记里边的礼运片里面 就是有讲大同的 就天下为公嘛 整个天下都是共同的 那么小康呢是讲 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 所以我们还是以自己亲属为主的一种社会 中国的发展呢 它就是先呢 是让所有的家庭 就有很好的生存的条件 然后大家就可以很好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教育 去照顾自己的父母的健康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一个小康的一个阶段 但是呢 小康之后呢 就是大同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发展的方向 就是不只是你自己和你自己家人 还要看我们这个共同体是什么 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复制 擅守看整个人类的 共同的复制 所以这就是一个想看 走向大同的一种趋势 今年是中国与法国建交六十周年 中法同为拥有璀璨文明的国家 历来文化交流密切 相同的思想从未缺席 大同思想和西方 就是一些思想的传统 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他就说我是世界公民 然后呢 他也讲的有一点儿类似于 这个修生起家之国 平天下 就说我有我自己 有我家 有我国 有世界 大概就是我们都是属于 这么几个层面的共同体 抗德 他也讲的这个世界和平的可能性 其实是西方的哲学的传统 有很多的世界主义的内容 这个世界是绝对是多元的 要讲一个大同呢 又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一 一个是多 如果只有一 那不可能有什么团结 所以我们不能只讲一 但我们也不能只讲多 怎么样把这个一和多 它是什么样的一种 互补的一种关系 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也可以去多研究 多分享 而不只是讲 我们应该怎么团结 要去探索 怎么样把一个多元的世界 让它越来越融入到一种 团结一种大同一个天下